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3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两单新闻 第一单就是有关于美国政客去年 还一度炒作中国技术带来的生存威胁 近日竟然突然之间就有另一副嘴念 以为一家中国科技企业申请巨额的补贴 这种忽然转态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盘算 我们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单我们就想讲一下美媒彭博社发表了文章 就指中国旅客消失导致全球旅游业损失了1300亿美元 西方一直就向全世界说中国是一个威胁 现在中国人不去消费了他们居然觉得是难过的 这些这么虚伪的言论令到彭博社遭遇舆论翻车 被外国的网民串爆了 首先我们看第一单新闻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 美国密西西比州议会通过了两项限制和中国往来的法案 一项就是阻止当地的政府机构购买中国科技企业生产的无人机 而另一项就是禁止当地政府设备使用TikTok 而共和党籍的州长Tate Reeves 在签署以上的法案时候 还是这样炒作中国的威胁论 他说中国想利用科技软力伤害我们国家和公民 中国的不良行为构成生存威胁 我们要将墨西西比民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既然州长这么讨厌中国 林紧耀的反华政棍多你一个不多 你算老几呢 但是美国吃政治饭的人 最缺的就是骨气了 在近期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 Tate Reeves竟然主动要求州议员 为一家中国的科技企业提供数百万美元补贴 以达成一项经济发展协议 当地的官员就坦然 他说原来因为美国公司 没有办法提供中国企业拥有的电池制造技术 事源就有四间的企业 就打算在Mississippi投资 建造一家生产卡车电池的工厂 其中三个投资者就是美国车厂 由于这三间的车厂都没办法提供电池技术 所以必须由最后一家的中国电池公司参与 而这一间的中国公司就会负责提供技术 将持有项目的10%股权 这个项目就申请中州政府的补贴 但必须要兑现承诺 包括提供2000个职位 如果做不到就要赔钱给州政府 而赔上的金额将会由三间美国车厂 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至于中国公司就无需要承担 美国不单止缺电池技术 而且还缺电池组件 日本经济新闻在1月21日的报道 美国电动车巨头Tesla 就紧急求助中国企业提供电池的关键 零部件 因为Tesla生产的新型电动车 Cybertruck的电池量产就陷入了困境 所以就要向中国制造商寻求供应 很明显 美国的电动车电池方面 根本就不够中国来 真是不排除 今次Mississippi的补贴计划 其实是一个圈套来的 目的就是要撤局 逼中国企业交出电池技术 大家要知道 美国做这些事 根本是不会面红的 就好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就曾经提出重组TikTok的计划 包括要求TikTok交出原代码 提供给美国公司访问和审查 即是令到美国能够掌握TikTok的 所有核心技术 虽然美国是一个大市场 但由TikTok的例子可以看得到 似乎就是意味着 中国的成功企业一旦去到美国发展 和一旦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都会被美国固定的 通过考取的方法 将它们变成了受美国控制的公司 而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取得的市场配额 美国都有机会分一杯羹 所以中国电池企业一旦落户在Mississippi 会不会被贪婪的美国吞食 真是未知之数 其实我们回顾历史 在18、19世纪的美国 都是靠涉取欧洲技术 而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 美联社经济问题作家Paul Weissman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说 他说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热冲于 盗取其他国家先进技术的国家 虽然年代距离现在比较遥远 但这种狡猾的霸权DNA 早已经是融入了美国的民族特性里面 撕都不会撕得掉的了 所以我们见得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美国国会刚刚才放风 说要禁止国防部 从6家的中国企业采购电池 而就有美国地方的政府 急于对中资参与的电池项目大开绿灯 这种好像精神分裂的政治操弄 正正反映出美国又要打压中国 但又需要中国 而且中国身上有美国渴望得到的东西 霸权又怎会那么容易放弃 中国一定要小心行事 我们讲完美国的贪婪 转个话题 讲一下美国的虚伪 美媒彭博社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断航导致全球旅游业损失 1300亿美元的文章 引用了中国的国际航线减少的数据 指出曾经在海外游 最大消费群体的中国旅客 现在在国际就消失了 令到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 彭博社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 这篇文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大风向 引导舆论去唱衰中国 令到世人不信中国经济不行了 中国人没钱消费了 谁知彭博社就这次真是炒车了 很多外国的网民根本就不认同他的说法 有外国的网民就认为 中国人对西方过去那几年兜售的中国病毒说法感到不开心 所以没有兴趣去西方国家旅游 也有人讽刺西方 他说无优子地宣称中国是敌人 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旅游推广策略 还有新西兰媒体人表示 他说你们不断地平击中国 和全世界说中国是威胁 还传播虚假谎言 比如维吾尔族受到种族灭绝 同时对真正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 现在你们居然因为中国人不离消费而难过 这一段的点评就真是够精警了 真是一针见血 揭穿了西方的虚偽面目 其实世界格局不会一成不变 中国人的旅游习惯 也都出现了很多的改变 以前很多人觉得 有钱人就会选择出境游 而至于没有那么有钱的人 就会选择国内游 这一种观念驱动下 中国人出国游的欲望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本土文化的魅力 现在很多人都不再觉得 出国旅游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了 中国地大物博 随着全国各地近年兴起各种的民族风情文化 加上国内基建越来越完善 交通便利 国内游变成了很多人的新选择 当中国人不再觉得外国的月光是特别圆 自然就不会对出国游那么向往 不要真的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傻子了 所以彭博社的文章 又是一个欲华不成反自欲的典型例子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要保暖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